本土 民主 反共 普羅政治 民生起義 myradio.hk 大哥 今天幾號 20號 大哥 你交了節目月費嗎 交了啦 你未交嗎 喂 大哥 今個月交了月費 五月頭記得幫我報名 5月23號至28號去myradio看現場版 你幫我交多次月費 那就可以一起去 現在已經是月尾了 你交了月費嗎 未交的話 就請到myradio.hk 節目月費收費表 挑選你想支持的節目 如先多謝大家持續支持 myradio節目月費計劃 我們回到第二節了 這個其實是轟動國際事件 應該是 但唯獨 終界完全不看 有 我小時候聽過 不過沒有人說那個內容是怎樣 但滿叔就知道多一點 我也不知道多一點 那你起碼讓我知道 我用緊一點 你讓其他的觀眾知道多一點 有圖有真相 給大家看一張圖 其實先去到現在的畫面 這張就是 當年1956年的時候 張大千帶著他老婆見北家索 翻譯 翻譯 去南部 北家索的家 北家索的家 古堡 再製作另一張 這個就是 攬頭攬頸 旁邊 旁邊我想都是他的藝術品 另外還有一張 是 扮鬼扮馬 麥家索很喜歡扮貓頭鷹 是 是 這樣 很熟悉的了 是很親密的朋友 好 回來 讓我逐個問你 那個具體約的時間 應該是1956年 張大千何則何能 就 北家索一見他呢 張大千第一件事 就是 共產黨來了之後 他走也走不及了 我也走 張大千走懶 大家一定要知道 他有金絲喉 什麼 韓災 拿這些東西走的 他不是拿 拿錢走的 錢也不是多 錢也有些 但不是多了 金絲喉 他又拿了名畫 收藏很多名畫 他自己有很多東西 又拿些 他最喜歡的那些東西 珍惜那些 金絲喉 大的金絲喉 這個走爛 這個真是 傳奇 沒有人寫過 沒有人寫過 他有傳記 但沒有人強調那一點 最初 東京的香港 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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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 然後 全世界 印度住過一年多 然後全世界都住運 歐洲 美國都住 最後 下去 巴西 住了16年 不過就不在中國的地方 當然不在中國的地方 當然不在中國的地方 為什麼不在中國 台灣可以去 台灣 當時很艱難 他怎會去選台灣 剛出來 香港是太近大陸 他害怕 五幾年代的時候 怎麼會 他也來香港 住不下去 因為香港 香港是一個廣東話的世界 他是四川人 他怎麼住在香港 他都有困難 另外 香港又不是明山明水 台灣又去 香港去台灣 很麻煩 我想沒有船去 後來才有 他事後 到晚年才會在台灣住 先講一講 他留在巴西的時間 約住了16年 當然建一間領屋 很多文章講過 整個維大利公園這麼大 這間屋 這些都不好說 他就是一件事 他做了一件事 就是 不停開畫展 在歐洲開 去過巴黎 羅浮宮開過 總之你一定 無論哪個地方 你一定在巴黎 要過一過冷餓 然後呢 北加索見過他 北加索看過那些畫 這個重要 這個項目最重要 為什麼呢 你不認識的 北加索不認識你 這些人去過人家裡 帶老婆去 見過 翻譯去 他很認真地去 一定是安排好了 北加索要講的 北加索是西法蘭人 西法蘭人 住在巴黎 不是住在法國 南部 南部 住在法國南部 相信這個也有理由的了 其實很多畫家 喜歡住法國南部 當然 好吃好住 好山好水 好山好水 破旺 有趣的地方 吃也好 陽光充滿 陽光充滿 另一件事 西班牙 就是北加索 共產黨 都是麻煩的 他都要走 他都要走 那大家知道他去到這個四十年代 三十年代打後 其實就 這個佛朗哥執政 其實實際上是立帥黨 都走的了 他都要走的 這樣 北加索和張大千 有過接觸之後 才有後來那次的拜會 我聽說當時 小時候看中文的說法 就說 當時北加索向張大千請教 有講過 有講過 但有沒有證據 終於 就被你找到了 證據在哪裏呢 證據在這些地方 技術人員可以去 這是北加索的 鬥牛圖 北加索很喜歡畫牛的 鬥牛 我都看過你畫牛 這個真的用木筆畫 好 好,這幅厲害 就是丁演用上身的一筆過 這些是不加索的風格,有簽名,大家要留意 還有要看完的,這些是不加索的電影 哇,這張很厲害,立體主義 這張還不是水墨,有龍淡色的,龍淡,無畢 還有這些,風景畫,樹 這些不是看風景這麼簡單,是看筆 因為這些筆是油畫的筆,或者硬筆做不到 一定是無筆做 好,還有譬如這幅 這些真的不味道,這些真的中國人做不到 因為中國人沒有這種心情畫這東西 但西方總之沒有畫到這東西出來 那就是這幅 龍淡色 有一張最重要的一張是花彈 花彈那張 這張,是不是這張 這張 花彈,很大積字,畢加索簽名在左上角 很大積字 畫過花彈 因為我看那張畫的時候,它說明是花彈 即是中國的舞台表演 即是經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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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彈 所以我看到這些畫,這些是哪些畫 看回來呢 就是瑞士的一個北加索墨師 好,回來了 現在還有沒有看 在Luzon,在這裡 Luzon 不是Luzon 不是Luzon Luz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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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Luzon 是德語區 那間北加索墨師 世界上有三間 西班牙一間,在巴西洞 這間當然是北加索的家族 另一間就是巴黎 巴黎當然,他的畫都賣去巴黎 所以巴黎有一間 為什麼瑞士有一間呢 怎麼來呢 就是那個經紀的家族開的 這個很出名 他的經紀也出名 Luzon Luzon 因為北加索的畫 全部是Luzon的經紀幫他賣的 經紀也有人幫他賣的 那個家族就儲了很多不加索的東西 那間一定要離開西班牙 還有外國 如果不然就又被人充公了 是啊 不是 我想那個人殺身之禍 那個人 喂 你是經紀佬 你是一個經紀佬 為什麼搶了他們 怎麼會有這麼多東西 所以變成 他一定要離開是非之地 我覺得他已經過水失腳了 很多時候他都會貪貪很多 我聽說是這樣的 即是北加索去吃飯就不用付錢 那吃完飯就說 了個了張東西 簽個名就行了 簽個名 即是了記筆簽個名 那餐一定是我們平時吃不到的東西 我想他平時都很少錢 如果這樣就是 很多東西都是了記筆找數 即是等於他 其實他了記筆就是一張尺來的 那隨遲當然了 他知道有這個人在那裡 有這批畫 當然是找個地方 很好的地方 很好的地方 很漂亮的一個 六層幾層高的一個標形 給他 但是你簡單舉個例子 你香港就做不到這些東西 是的 你就算在香港不會有這個意識 說我直接要找個地方 和你那一間樓放這些東西 沒有這個意識 沒有這個意識 買了就算了 買了就賣了 這樣 所以他有批畫 我在這個展覽 在參觀美術館的時候 意外地見到這些批畫 我隔著玻璃 第一次證明是隔著玻璃 在燈光很差的影響之下 就把這批畫出來 即是你剛才那些是你自己的 私人的 我自己私人拍的 我覺得沒有人提 我覺得很可憐 我一定要提 提一提就是 配合 講講張大千登下 畢加索見面的一件事 當然以前有傳聞說 張大千見畢加索 帶了很多毛筆 拿孫子去聽聞 沒有證據 沒有什麼 沒有實質的說法 現在看到這批畫 又覺得 可能真的 那時候 有些東西給了他 另一件事 張大千見畢加索 是肯學東西的人 但是你會說服他那件事值得學 即是他 畢加索的畫工 其實我起碼聽過兩個例子 他不是那些沙滾那些 即是他的畫工底很強 話說有一天 他有個賊去了他家裡偷那些東西 被他偷了之後 他記得他樣子出來 照畫我的樣子出來 就拉回那個賊 即是他的掃描底 我看過行內畫 相當之厲害 即是十幾歲已經很厲害 所以他 我想 技術層面 其實他是一個很 很吸收很多東西的人 關於那次見面 關於那次見面 有一個趣聞 大家要分享一下 可以很好笑的 就是 張大千當已經帶了一些東西去 那畢加索又回禮 即是 張大千就帶了自己的作品去 可能帶了一些東西去 或者帶了一些紙 或者毛筆 或者墨執之類的東西 那些東西帶了去 畢加索就說 你看到哪一張畫 就說喜歡 就拿一張畫就 拿一張的 拿一張 你喜歡哪一張拿哪一張 這就是剛才我們說的一件事 即是他都不用給錢送禮 喜歡就拿一張 那張大千怎麼反應呢 多難真不知道說什麼 翻譯就說 你選一張 但沒有說一張 你喜歡哪一張 我拿哪一張 沒有說一句 沒有說哪一張 那張大千 就很客氣 就拿一張最小的 就了 那時候知道 聽 講起這件事的時候 我翻譯說 你為什麼要拿哪一張 才知道 她說你喜歡哪一張 拿哪一張 沒有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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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爭小哥 壽便那三個字 那就悔眼忠真 悔眼忠真 悔眼忠真 如果不是她拿了一張 正的大張 走 張大千就更加風流快活 張大千就晚年 去台灣住了七年 自己建一間屋 造成她這次賣畫 賣了二億七那張畫 那個來源 就是畫一張桃園圖 就是她寫了一句說話 她說 五傳人間有桃園 其實人間沒有桃園 為什麼呢 她住的時候 住台北的時候 本來建一間屋的時候 建一間屋的時候 就是桃園 誰知道建好的時候 已經不是桃園了 因為旁邊 已經跟著有人 跟著又來建 所以那張畫 就有點遺憾 誰知道遺憾得來 反而更加多人講 更多人搶 就賣了二億七 港幣二億七 其實這件事 還有補充的 因為 起碼現在 我們在英文的一些網站 都看到一些相關的資料 稍後再告訴大家 剛才我們提到那個 北加索會見 張乃千就是這樣 在2012年的時候 原來張乃千的其中一幅畫 那個拍賣價是超越了 北加索的賣畫的價錢 是嗎 是 2012年 這個有寫的 The Chinese painter who knocked because of his pedestal 2012年的時候 就是那次贏了 大家不要那麼開心 最近沒有理由 北加索沒有理由 不買那麼便宜 北加索沒有那麼便宜 不是 他只是一幅 那幅贏了 只是高過 但都是彈花燕 大家可以再檢查這個 另外 其實他送的東西給北加索都有提 那如果根據這裏說 就是什麼呢 是一個所謂叫做 Ox hair Ox ear hair killer brush 那我不知道是什麼 那就是這個來的 就是現在你看到這個 這個 那其實可以去電腦畫面那裏 就是這個來的 張乃千送的 張乃千送的 那是筆來的 沒有筆來的 沒有筆來的 水墨沒有筆 那就是 我想物輕情意中 哦 牛角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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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樣寫我不會訊息 牛角筆 OK 回來可以 那他會見的地點 就是 我又不熟法國那個地方 有些說就是在Nisse 尼斯 尼斯 他說來康城不遠 對 那我就要檢查這件事 尼斯就是著名海灘 很多波地 我們叫波地 就是 很多裸女 裸女 需要說得不那麼緬甸 那裸女 就是波地 哈哈 簡單來講 就是當地的美女多 美女多 海灘 所以不交索仔一定會在這裏 是不是 好啦 就這個 事件本身呢 其實你看英運也不多資料 因為在西方世界根本不重要,一個中國人去探望 不覺得張大千很重要 只是中文媒介才講,但中文媒介也不講 而且有講的都是近年的事 我相信跟我們剛才講的拍賣畫的造價有關 因為他的價高,張大千的價很高 所以再提回這件事 我提的,都沒有人提的 不是,我講英文那裡 我講英文去提這件事的時候,都是近年的事 現在我們看到了,簡單的這個 The meeting between 張大千和皮卡蘇 這是什麼網頁來的? 這個叫Propility 就是介紹張大千為主 我們現在看到,實際上都是有 這個真的很少有 但是有中文的,有中文的 不是,我猜都是中文那邊譯過 西方人不會重視這件事 不是太重視的 這個中國人要定義講 1956年那件事 因為,留很簡單 中國人見鄧西方那些名家見面 相聚 其實應該要多些講 因為不是很多個個案 不是,將來這件 你看這件事 我都留了一個我想說的 可能下次再講 近期一本書 我看了幾下 就講葉公超 就講他在英國見T.S.Elliott 這個重要了 這個重要了 就講當年 T.S.Elliott在英國的時候 是哪一班中國人 是私人跟他見過面的 原來查過的 那這本書我想我下個禮拜 我買回來和大家一起聊一聊 葉公超是文化人 但他不是文學家 這個重要 一定要講一個人 徐志摩 徐志摩才重要 徐志摩去劍橋 劍橋讀書的時候 喂 那些同學就是大私人 現在人家去劍橋讀書 你隔壁那個人不會是私人 不會是大私人 一定不會的 那個人可能是有錢仔 現在全部都是 所以這個意義完全不同 因為你當年讀書的人 真的 同學就是大私人 大小小學家 還有大家的相識 始於微視 始於微視 他都未成名的時候 互相切磋 這個下禮拜我們就講 這裡原來有一件事 滿叔都沒有提到 我們再講給大家聽 他門首次的會面 更成為藝術史上的忠誠史 張大1956年 在巴黎舉行畫展 並借過一次畫展 在法國的機會 主動認識 舉世文明的畢加索 畢加索也邀請了 張大千到尼斯迪別墅作客 當他們一見面 畢加索就請張大千鑑定 五幅畫的真矮 這個波很重要 張大千也從中挑出了假畫 這時畢加索非常高興及驚訝 因為精通中國繪畫的專家 竟然有天分可以懂得海西洋畫 還有這個很重要 之後畢加索拿了幾幅自己 模仿齊白石所畫的中國畫 嘩 有這個話 我不是第一次聽嗎 我們不敢說 這個網鹽是真還是假的 即是他這樣寫 不要那麼興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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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你就要適當時間 你自己要確認一下這個細節 因為他講了兩個項目 第二個項目 就是他見面的時候 就給了五幅畫 張大千要監定 他沒有提這個究竟是西洋畫 還是中國畫 但如果這個行文的說法 就應該是西洋畫 西洋畫 西洋畫 他又給他自己 北加索又給他自己 模仿齊白石的畫出來 這個問題就來了 現在我們會不會還會見到 北加索模仿齊白石的畫 這個真的沒聽過 我聽都沒聽過 是吧 好 接著再讀 並詢問張大千的意見 張大千直接且不失禮貌地 告訴他一些國話的正確概念 好了 這個就是互相交流 互相交流 不說了 因為為什麼呢 這個究竟是真還是假呢 因為我看這個網頁 其實都不是鬼頭網頁 這個網頁都是中國大陸做的 就是疫情英文 這個真的要燈出來 要知道 我們確認了才燈 就是我們剛才提到的 大家有興趣 就確認了 不過就相當之趣味 給大家多幾張 就是北加索的水墨畫 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你在另一個網頁看到的 都差不多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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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再找找 即可能如果說 他無方齊白色 那些我們將來找到 我們都要找一次機會 講講講練 這件事 我都沒聽過 對於這個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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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中國的話談 有沒有產生影響 沒有人討論 沒有人討論 沒有人講 我不是懂得畫畫 才講 沒有人講 沒有人講 我胡亂講 根本有人 我查很多資料 然後聽不太人講 即是 知道這件事 就算了 就是這樣講講 知道這件事 當這件事是不重要 嗯 即是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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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有機會 做多些事 就是真的去研究一下 譬如說 張達千 他見過 北加索 另外徐志摩見過 甚麼人 下次我就會講講 那個原來講 當年 又在英國的時候 不知為何 T.S.Elet 是肯見到幾多的中國人 這個真的重要 我也少聽過 因為T.S.Elet 是真是文學泰斗 來的 在英國 美國都是泰斗 大佬 這麼巨型的人物 真是 等中國人見面 我第一次聽 我第一次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件事 好 到尾 本書來幾本書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想最重要是這本 這本 大家一定會很喜歡看 這本 東山龜吾 東野龜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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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就不肯定自己 他會不會 他會不會 以這個作為一個職業 結果 許亞個願 如果他贏了獎 他就會寫下去 結果是贏了 但是 後來問我 其實那幫人 都不一定 被他搶他 即是他很隨便 東野龜吾 都是這樣的 東野龜吾 都覺得寫小說 沒有前途 他喜歡寫 但我都知道 他都是十五十六的 要不要做作家 他都是慢慢寄出去 去參加比賽 所以這件事 比賽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日本就是多聞學獎 多聞學獎 多聞學獎 然後 終於給了獎給他之後 哎呀 滴起心肝 就寫下去了 他的經驗 就是說 寫小... 就是偵探小說 就是推理小說 你都要 要拿獎 這樣 他就學了別人 很多 你都要拿獎 你就是第一件事 先看別人 那這個算不算 就是拿獎秘笈來的 有些 有些 有些意義 我為什麼推出這本書呢 因為他寫這篇小說的時候 講探案的時候 都講完 怎樣寫這篇小說 這個是相準意義的 那很快就告訴大家 這個就是他那個堅議裡面 都有講完的了 首則一 明偵探一定要有一個華生當拍檔 一定有partner 那partner一定不可以 勒過他 首則二 警方一定不能被明偵探 早茶充首 那個office 很明顯 第三 就是明偵探一定要 與配角來一段約 有此無的戀情 這個就很重要 一定要這樣 有些男女關係 但是沒有明顯 首則x 明偵探一定要在故事尾聲把 關係 人面 人全叫做 全叫到大廳 華麗地解說其推理 這個又對 這個就 一個ending 一個大結局 所以這篇小說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教你寫小說 一邊查我一邊教你寫小說 但是這樣寫小說 就是學 就是看一篇小說 enjoy之餘 還要學寫小說的方法 但是呢 阿滿叔你要知道 日本寫正教的小說 和推理小說的競爭很大 很大很大 很大 幾百 我想一千幾百人 在比賽裡爭來爭他 都是那幫人爭的 是啊 所以他 由於這個 就是比競技的氣氛強 所以他們那個 水平相當之高 就是如果你要打出名的話 那你寫小說呢 日本人寫著 躲在家裡自己寫 這個世界是不可能的 這個小說 看人家怎麼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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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怎麼寫 根本才有鬥 鬥的味道很重 而且他們的discipline很強 就是 美國呢 有些作家就十年才寫一步 嗯 他這些不行的 不行的 手停口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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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日本的出版市場都大了 但是呢 日本因為競爭大了 還有 始終他這個 作家的收入都不是太高 嗯 所以呢他們都要持續地 有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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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麼大師呢 東野龜門這麼大 這麼大的名氣 名氣的作家呢 不停地出書的 嗯 還賣版權啊 電影啊 電視啊 舞台劇啊 不停地賣版權 就是這樣才有收入 是不是真是頂不住呢 嗯 嗯 那麼日本的生活指數都高 是啊 東野龜門最大特色呢 就是 他小廚 他的設入點 社會問題 嗯 最近一部講 核電 核電那部就真是好東西 真是 他講的一個重要的point 就是說 反對核電廠的人 就在核電廠裡面 就是核電廠自己的人 就不是環保人士那些 那些是廢的人 那些是樣子 真正要炸核電廠的人 那些人呢 核電廠工作的人 就是炸核電廠 那些人呢 為什麼呢 在裏面做事呢 受到傷害呢 得不到 應有賠償 應有賠償 所以被人憤恨到不得了 就是鄭家仁的受害 所以那些人呢 直接 就是炸核電廠的意思 是 那麼這件事 是東野龜門說出來的 嗯 那本小說 《天空之風》 最近最近發展電影 好了 那另外一本呢 也是日本的花庭 那就是 《倒轉行的世界史》 那它的特色在哪裏呢 我來看 我來近時放電影 看電影 看陸景帶 有賭帶這件事 那這本小說 這本書 歷史書 就是用賭帶方式 即寫的 最近的事就放在頭那裏 那些名字吸引到我 我都買 即是你知道 即是你知道 現在家裏 每個人是家裏有書栽的 這個 太多書了 太多書了 那都不想買書 但英文太有趣了 真是 那 那大家都知道 現在寫書 很難買 很難賣出去 所以每一個作家 都要想很多方法 想一些新的 就是桌頭 桌頭 怎樣寫一本書出來 有人買 那這本書 吸引到我 就買 我亦都講過 上次提過這本書 《銀幕像親台灣》 也都講了 有兩本的 這個 我們提過了 這個又是講中國 一本書講中國 一本書講台灣 日本作家 其實他做作家很簡單 他做記者出身 在台灣 在香港《明報》 我有一篇展報是他《明報》登過他的 他在香港中文大學讀過書 在香港中大讀過書 那些作家 想做記者 想這本書出來賺錢 威一下 出一下名 要想辦法 讓他想到這兩條橋 一個是寫中國歷史 就寫一件 即是蔣介石和白團 白團就是當年在國共內戰的時候 蔣介石就找了一班 投了一行的日本軍人 就參與他和共產黨的戰爭 那這班人 最後沒有得到任何日本軍方的賠償 他們就因為這樣而吵 那記者就敏感了 就要追查下去 因為他們就找回最原始的資料 好 另一本書就簡單了 這本書應該我都可以寫 問題是沒有時間寫 沒有時間寫 沒有時間寫 就是講台灣 怎麼講日本 不是 他住在台灣 他就很勤力 看完台灣電影 看台灣電影 看了一百多部 看了一百多部 看一百多部這本書出來 他不是在影庭 他又聰明 每一部電影裏面的社會的成份 那講一下講一下 這樣就有一本書 那這本書有份量 就這麼簡單 你又回家找個碟放一放 又寫幾句 講一下社會現象 這樣就搞定了 但有意義 因為他講出個點 那日本人呢 你想認識台灣社會 鳴眼睛去看文章 長篇論文 看這本書就最好 有個電影來講 每一部電影講些 透過電影去了解台灣 那很發脾氣脆 很簡單 遲些可能都要講一本 就是電銀幕下的香港 這件事要寫 但問題一件事 就是香港電影裏面的社會成份不多 不多 你幾可見 現在電影會講講這個 樓的問題 工樓啊 劏房啊 香港電影都不講劏房 講劏房的命案 有人說 好啦 我們今天的節目已經差不多了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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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